起立 正 英里 同学 我们这是第二堂课 所以等一下开放让大家可以交谈 前一段呢 这个因为我第一次来是讲学运20年 我其实不是说我一直做学运做了20年 就是从1990年 那个时候学运事件对我的冲击 一直到现在我的过程 但是我是一直很希望说 对年轻的朋友来讲 有时候过去的事情 需要回溯 那不是那么重要 这样讲好像很奇怪 就是说你现在到底是要做什么 这个部分做核心 然后我们去想 那觉得少什么 我们来添什么 那该追溯多少的过去 我们就来追溯多少的过去 当各位一次两次三次 对我更有兴趣的时候 我们在讲以前的故事 可能也是另外一种说法 那只是趁着今天就是说 大家的年纪都很轻 我一直在想 国家的建立 是一个太沉重的负担 对年轻的朋友来说 那但是 过去很多人在做家庭的 听说都从13岁开始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过了20岁就已经准备要熟龙公凶 所以看起来 刚刚那个弟弟应该是还没有13岁 那其他人大概已经超过13岁 所以表示台湾也的确是在一个比较晚熟的社会 我们已经到28岁了 你看那个28岁很像小孩子 30岁的也很像小孩子 到35岁的还很像小孩子 为什么因为还在念书 然后我最近才知道 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肯老族 所以呢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一个国家 他不希望 人民可以变更聪明 更早熟 更能够独立思考 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那我们上一个小时讲的 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而已 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要一个国家 先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再来看看 建国的手段有哪一些 那人是我 其实我们翻开历史来看 每一个建国的过程都不一样 那哪一个建国的过程 对我们来讲最有利 我们就去用 如果我们很没有能力 我们需要三个手段一起做 我们就三个手段一起做 那现在我们觉得 日本跟美国的渊源 跟台湾的渊源 可能是可以助台湾一臂之力 那当然 我们的好朋友当然要去交 但是我们自己准备好了没有 不要弄到最后 结果说好 已经帮我们清除障碍了 然后最后说 我们还是必须要做一下 自明的自觉一次 注明的自觉一次 到底我们要怎样 结果我们自己台湾关系 外面没人要打人 现在是中国要打人 还是没人打人 现在中国的问题没有了 国民党的问题没有了 那变成什么 台湾人自己有问题 那怎么办 所以我是觉得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过这一关 就是问自己 我们要不要一个国家 国家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那有时候 他应该要这样 他不一定会变成这样 也有人这样说 我有听到一些朋友 这样跟我讲 国家 国家 你看像那个 泰国那么落后 那么贪污 那种国家你要吗 不是啦 我觉得我们要先确定 方向之后 里面的内容 做得到做不到 要怎么做 那那个就是看 我们怎么样去形成 总制度的问题 那现在 很多人在讨论民主社会 民主的制度 那民主的制度到底有没有很好 其实他要很多条件 所以我 可以有点机会讲到那篇文章了 那日本都在说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但是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想问各位 跟我讲什么是公民社会 什么是 选总统吗 还有呢 什么是公民社会 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怎么追求 就好像一个国家 国家到底能够为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怎么去要求他 我们怎么追求 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 怎么样可以达到公民社会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也有一些想象 我觉得比较 家天下 古早的天子 说我是皇帝 其实有当时 是落草为寇 你知道吗 天下是打出来的 然后打出来了以后呢 为了怕人家说他出生很低啊 所以他就要编一个故事 说原来他妈妈生他的时候 那个肚子大大的快要领盆的时候怎么办 有一条黄色的龙就从那个空中这样飞过去 然后掉到某一个地方的草丛 然后发出亮光这样子 连我这样讲 好像连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 就事后没有办法证明啊 证明说 哦他这样很偉大 我们不能亲自给他干燥 所以他要做一个神话出来 然后他就自称为天子 所以你看 中国跟西方是差不多的 中国的皇帝叫天子 那那个耶稣基督叫什么 人子是不是 神的儿子 都同样啊 大家天的儿子跟神的儿子都这样 为什么 都要那个正当性嘛 那个正当性很重要 因为有一个正当性以后 我们大家就会乖了 对不对 那人觉得我们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 只是公民社会就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啊 但是要我们都可以 我们又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去当皇帝 而且现在也没有皇帝可以当 现在是透过选总统 总统选上了以后都不理我们 打电话打给他也打不通 写那个Facebook 早就知道那是别人弄的 灰的 所以怎么样 有人就是加持立法委员嘛 譬如说我家小孩被打了 现在以前爸妈是直接带到家里去对干 现在不是啊 去找立委 开计整会 可是这个叫做公民社会吗 看起来好像是人民比较有权力一点 但是以前的人民也很有权力啊 什么样的人 有钱人 对不对 有钱人也很有权力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国家 国家他必须要给我们平等 因为我们人有人长得高 有人长得矮嘛 有人有钱 有人没有钱 有人聪明 有人笨 但是你必须要给他在立足的机会 在得到社会福利 在基本的照顾 在过有尊严生活的 在法律之前 这些要平等 那怎么做 其实要给他一些条件啊 如果没的时候 大家说 好 都变成什么 政府的提供资金出来 对吧 政府哪有那么多钱 政府的钱是我们给他的呢 而且返回去问人民 每一个人民 其实他不喜欢拿救济金啊 大家想想看 除了电视上爆出来 这间这架花都拿救济金 然后结果里面有一个小孩 什么品学建议 除了这种新闻 我们觉得很温馨以外 大致上 我问各位 你们比较喜欢拿到的是 自己赚钱的 你的薪水 还是救济金 想要拿救济金的请举手 没有 想要收入是来自于自己的薪水 或是自己的能力赚来的请举手 我拿来的 我有多少能力 我赚多少 我花多少啊 是不是这样子 那救济金 救济金什么意思啊 救济金跟社会福利又不是很一样 救济金就是说 我没材料啊 你就付我六千块 付我多少钱啊 可是大家都会看我耶 我走出入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好像 然后人家搞不好跑来闻我的身体 有没有比较久的时间没有洗澡 比较臭 奇怪 台湾的水费那么便宜 肥皂也那么便宜 没有钱跟身体比较臭有什么关系 可是就是会这样啊 我们就要走得比较远 我们就会 头要比较低 我们不喜欢拿救济金啊 但是如果说我老年的时候 大家都有好好的退休金 老年给付 那又不一样了 那是大家都有的 对吧 那我现在要回过头来说 假如 现在这边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你一天工作要工作16个小时 或是工作14个小时 剩下4个小时 包括睡梦中都还在想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买房子啊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找到工作啊 我什么时候我的工作 老板不会跑掉啊 然后不会把我赶走啊 我什么时候薪水会变成半薪啊 我一天到晚都在为这个 我的生计在想的时候 我问各位 你们会不会去管这条马路 应该那个薄油要铺多厚 是到底要护起来当铺 还是要护一扣一扣就好 那个到底要用 那个旁边的路灯 到底要用太阳能灯 还是要用什么LED灯 还是要用什么一般的什么灯 我们的总统到底是什么内阁制 还是什么总统制 大家有要关这个吗 有吗 每一天都一直在烦恼 而且每一天都 早上要上班 晚上还要监工 还要烦恼 我们都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想生了 我跟官官你插插你 这么多要做什么 所以回过头来 如果我们要国家 真的可以帮我们做这个 我们也确信 不要有一个皇帝 帮我们做所有的打点 因为我们觉得他一定有私心 我们觉得他能力一定不足 我们觉得他一定会用 他自己身边喜欢的人 我们不信任 所以怎么办 公民社会 我们必须要在国家跟个人这中间建立一些社会网络 一些制度 一些基础 让这个公民的社会变得很可怜 第一 我那天写的文章其实是有点搞笑的 我自己也觉得写的很惭愧 好像有点乌多邦 有一天 就 朋友四点多就来了 那我就起哄 我们平常吃饭有时候到七点多到八点 起哄说 我来吃饭 我这一天早上要去哪里吃五点 我说五点五点也能吃 吃完了以后太早了 你知道吗 怎么办 喝咖啡吧 哇就带出去喝咖啡 心里实在是有点 因为毕竟是基金会的负责人 比较有点权限 可是 吃了饭以后又喝咖啡 这是多么大的奢侈 对我来讲 那朋友就坐在那边 那个椅子还蛮舒服的 老树咖啡 很有名的 那里面开桿开桿 那一店 那那些朋友都还不错 大家就很有话聊 以后聊一聊以后 突然去想到一件事 假如每一个台湾人 我们的工作时间 都能够准九个小时 九个小时就是说八点钟 加一点钟 中午吃饭休息的时间 或是说甚至我们只要一天工作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各位 你知道状况会怎么样吗 我的乌托邦的世界 就是我的想象里面 我觉得台湾会好起来 有什么 各位 因为现在会塞车嘛 所以有的人可以早上八点就去上班 有的人还可以七点去上班 七点你如果在七点间 你会不两点你就下班了 你知道吗 不要再想去兼客 不要再去打工 我们就开始去吃饭 从下午茶开始吃 有的人十点才上班 我早餐可以吃很久 轮流上班 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人轮流上班 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我们就不用再盖核电厂了啊 因为我们就没有尖锋时段啊 没有什么尖锋用电啊 大家那天就是很平均的 对吧 有的人知道去用 有人会保用 有人晚上用 有人累败用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星期六星期天要去玩 就不会有人说我要来睡啊 我不要出去 因为好塞喔 不会塞啊 我们的那个观光的品质变得很好 第三个是 哇 休息的时间太长了 两点就下班 四点就下班 到底要去哪里啊 五点就下班 吃饭啊 我那一个饭啊 我们以前的一点多斤就轻轻吃 现在可以吃两点斤 吃三点斤 一会再喝咖啡 等会像意大利人这样子吃五个小时 各位说 素华姐 你别闹了好不好 这样子 这个国家会完蛋 我说才不会完蛋 这样下去的时候 各位 谁的生意会好起来 餐厅嘛 咖啡厅嘛 电影院嘛 音乐厅嘛 还有什么 菜市场啊 我买菜单去住啊 生小孩耶 连医院的生 连那个妇产科的生意都会好起来 男女约会时间太长了 你叫他们一直讲话 要讲那么多话 干脆就上床了啊 不是吗 不是吗 就生小孩了啊 生了小孩以后 消费的人口更多 钱可以开始滚耶 然后我们人 因为一个人吃饭没聊嘛 是不是 结伙 不是结伙抢劫啦 我们结伙干什么 聊天啊 聊建国啊 聊独立啊 聊怎么做生意啊 东聊西聊聊一聊以后 有时候聊一聊会吵架 有人要出来做公亲 你知道吗 台湾的民主素养就更好了嘛 我们就更不怕政府了 为什么 你如果不比我更厉害的 我们这地方更厉害的 总是里面会删想一些人会死 你如果慢慢说 慢慢想 我们能用什么文化创意产业 创意啊 以前都靠劳力啊 代工啊 现在创意啊 靠头角啊 创意产业是不是就更发达了 有人说不行 我没放心 我要去保守 好 补习业也很发达 可是补习你要补什么啊 有的人就开始说 我要拉小提琴 我要弹钢琴 我要打雨球 我要怎么 晚上又有人去运动了 到时候你又看 你只要四点就下班 没人有法坐在那边看连续去看一天的啦 最后就一定要怎么样 到外面去 搞不好晚上也有那种什么夜间网球场 你就看晚上很多人在外面散步 因为晚上很多人在外面散步自然也变好了 然后但是我们有一个规定 钱不可以放在口袋里面 钱要这样子一直轮着动 钱要会动 钱不可以藏起来 随便拿去投资 钱也不可以留到外面去 这个是我们讲的 以前讲的那个消费券 那你钱都拿去 消费 是很好的事情 结果那钱都拿去存起来 有的人 拿去买中国货 那有什么用 钱就跑出去了 这是我的想象 我的想象是 我的想象你们也可以想象啊 这种想象觉得很好呢 我们工作时间越短 结果我们越幸福 整个国家的经济越繁荣 然后我们人民的 平均的 所谓所得也好 或是 贫富差距 就越少 那就是因为我们 欠开钱一直开 我说这样 那个蔡老师 在跳 我来给你教一直开 我叫你一直欠 你一直开 其实在一个 无安全感的社会 才会一直欠 因为今天这段吃了 明天知道那段有吗 不知道 不知道会欠 不知道去跟手 因为 我怎么知道你对我好不好 我先有再说啊 可是 当如果我们开始落实 这几年我自己也在想 那个什么社区总体营造 结果弄到最后 大家有时候 有个彰化人 彰化的 那彰化有几个 社区总体营造 说什么全国第一名的 结果是什么 在外面竹篱巴的 就几个风铃啊 几个电风扇的那个风车啦 小小的直的风车啦 是塑造的风车 我就觉得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总体营造啊 小偷走过来 强盗走过来 难道那个风车会动 小偷就跑掉了吗 不是啦 我们不是要这样 我觉得我们如果大家有出去 国家 去其他国家玩的话 发现人家 真正的社区是什么 最典型的是大学城 这个台海 他要去台海 他在这 一间大学 然后他就是开始设想说 里面可能有哪一些老师 有哪一些学生要住校 旁边 大概有多大的范围 他不是规划一个大学 他是一个大学的城 然后他要有几个 商店 譬如说要有邮局 要有银行 要有百货公司 要有书店 要有礼法厅 要有什么 然后 男人都算好好 他不可以让你们什么 万轮低咖是不是 一排 全部都 我觉得真是莫名其妙 这一家叫做 真正 万轮猪脚 这个叫真真正正 万轮猪脚 这个叫做 什么 50年万轮猪脚 到底哪一支 万轮猪脚是真的 搞不清楚 然后全部都变成恶性竞争 只要有一个人 可以了 就 就整排都下去了 不是啊 我看到人家的那个社区 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啊 他就是 我们家也是在 看50公斤 还是要拖着 是要以村 还是以什么为 单 单元 他去规划 他规划一个 什么样子的村落 互相彼此 可以照顾 可以需求的村落 所以你只要外来去 你就好好的大人 你就有你的爱人 可以照顾 你就安亲班 你也不要怕着说 你晚上回家的一个人 在家里很无聊 或怎样 你就是在那个乡里 大家还记得 连我小时候 都还有业不庇护 我家里没在乖啊 我后来 就30年前吧 家里装的铁窗 我哭的半死 每次一回家 因为我没有 带钥匙的习惯 所以 门 那个铁门 就像砰一声 就关起来 我回家又 站在外面 常常都被守在外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装铁门 我们有没有机会 回到那样子的生活 然后就是我说的 因为一个增 你就是没有恶性竞争嘛 因为 整个 整个 生活所需 大致上 不能说全部 但是 都可以 一种互相照顾 跟互相满足 老灰阿朗 我问大家 你的阿公阿嬤在内 还有你自己 现在的台湾喔 老了以后想要去住养老院 请举手 怎么都没有 喔呦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要去住养老院 你们是自己要开养老院 还是 觉得养老院很有信心 还是觉得 你的儿子不会孝顺你 哈哈哈哈 我们 要去住养老院有时候是不得不啦 那比较开华 但是我们会选择养老院 我们会选择说啊 假如我可以把我的朋友一起去 该多好 所以现在也有一种呢 我现在四十几岁 我现在已经有朋友在约我了 说 我们要不要去宜蘭买一块地 看是要六七户 还是要十几户 我们做会大 然后我肩膀煮吃 我煮吃 你呢 广播给我们听 然后 有的人 他比较喜欢 骑脚踏车 他骑脚踏车去买东西 为什么 因为老人他要的是一个 陪伴嘛一个伴侣 而且他要是有用的 你能吃多少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害怕啊 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存一千万 我最亲听到的是说要存三千万 六十岁以后 六十五岁 因为我们现在真正退休才六十五岁 六十五岁 还存三千万 你一辈子有存过三千万吗 为什么你老的时候 还要用三千万 老子将至真的是贪啊 真是肥啊 为什么我们让我们的老人变成 这么贪心 变成大家都是贼 变成这么吝啬 然后就变成有很多的小孩 我就要配老白老母的钱 爸我怎样呢 我要创业 我要干嘛 我要买房子 我要干嘛 反正就是一大堆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奇怪 就是这个小孩啊 这个小孩没让人干嘛 这个小孩 飞着了走去 买买买了 这个钱没钱 钱就是 地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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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直 缺美 我的社会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不是说 这是唯一最好解决 这是我觉得我们开始想 我们从 国家的中间 我们还要有一个社会网络的联系 我甚至还想到一件事 各位 你们很快的就会要用钱 刚刚我们要讲 小时候的钱就跟爸爸妈妈要 长大的钱我们希望说 我们可以自己工作赚来的 我也要问你们一件事 这个是聊天的 同工 现在都有世界规定 什么不能同工 16岁以下不能怎么样 可是我问你们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 我有 我从三岁 我爸爸就会叫我去买盐巴跟买酱油 然后呢 譬如说六十块 纯九块 那一块就是我的 我小时候就是同工 然后我小时候就会 做手工艺 去跟他印哦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就会工作 没什么不好 现在的小孩子都不会工作 不会工作以后才很恐怖 好 我们要讲到的就说 你长大了 我们很快的就要跟银行借钱 可是大部分的人会不会借钱 不会 除了什么 就学对不对 没钱啊 去跟他合照 去跟银行借 健库说可以 可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公民社会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每一个人 要很容易借到钱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台湾没有每一个人 都很容易借到钱 谁可以借到钱 有家的人可以借到钱 你现在你的家 你还要 不能建在增加 你建在多次的 还有有钱人 比较容易借到钱 刚刚有讲到 有钱人借的钱 你没有办法还了 他还叫你不要还 还问你还要不要再借 还告诉你说不用利息 可是 我们可不可以借到钱 像那个外劳 借钱 听说要在国外 要借一笔什么外国中介费 他的利息是多少 22% 不是借不到钱 是利息很高很高很高 可是我自己到国外去 听人家讲 像在加拿大 我有个朋友的小孩 才24岁 问他说你现在在做什么 开健身房 我说24岁 大学才刚毕业 开健身房 怎么那么厉害 写计划 写计划 写计划就有钱 你不知道 写了计划以后 然后包括你自己要去看 你会常要开到哪一间 你每天要站在那边去测 那个留客数有多少 可能有六个人会来 你要怎么经营 写完了以后 你可以拿那张去跟银行借钱 你也可以拿到很低的利息 不是借那个十万二十万的 你如果想要三百万 就你三百万 那有的是要父母保证 可是我说我父母没办法拿房子 出来带的要怎么 各位我如果讲错了 因为在场有专家 我们都可以互相执政 其实建户本来也是 怕银行倒了 所以建户也有一个五百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要缴税 银行不用缴 那个五百要干嘛 就让你打消 呆帐用的 但是打消的呆帐是谁的呆帐 有钱人的呆帐 哪里是我们的呆帐 如果他把他另外成立一个基金 放在旁边 有时候我们总是没得好 有时候还不起 不管是补贴利息也好 或是有人真的倒了以后 拿来打消呆帐的也好 只不过他打消的是谁的呆帐 平民的呆帐 各位 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 因为刚刚不是已经 每天工作六个小时七个小时吗 已经有很多时间在聊天了 已经有很多的创意了 而且你的朋友里面 绝对会有会写计划的 然后再加上银行又很容易借钱 你说呢 你觉得会很恐怖吗 不会很恐怖啊 我觉得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 我们越想就越好 但是还不够 我们还要有平台 我们今天讲话就只有20个人听得到 对也是这些人 不对也是这些人听得到 不够 我们现在在想想看 什么东西可以拿了一颗麦克风 讲了很多人听得到的 什么 比如说网路 对不对 还有什么 网路你要一直加朋友啊 媒体嘛 媒体那个工器也应该要拿回来 事实上媒体他用的是什么 电坡 这个讲的比较深了 各位 电坡为什么每一家电台 政府发给他的执照都是租的 租用的执照 而不是 你知道国家有国家的财产 这一块地是国家的财产 现在没办法啊 地方政府的财产 我们现在不管他是怎么来的 但是这一块财产 到时候他财政赤字的时候 他可以卖掉 卖了盖什么 停车场做什么这样子 盖房子 但是 电坡是不可以卖的 电坡只能发执照去使用 那电坡要做什么 当 他因为很低的门槛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试着想想看 我们每一个人讲话 不是只有跟朋友在餐厅里面 在公园里面讲 不是只有讲给三个人 五个人听 我们可以一次讲给 几千个人听 讲给几万个人听的时候 而且很容易 这个社会会变得怎么样 现在不是啊 现在财不得到就是 要很高的门槛 以前是政治的门槛 现在是商业的门槛 很多东西我们都以为那不是我们的 然后最近也有人在讲 说我们不是有什么恐龙法官 打手法官 对不对 还有贪污的法官 所以 人民也可以参与啊 什么叫公民社会 欧美国家有陪审团啊 日本有陪审团啊 我们为什么不能陪审 有人就说 不可以啦 素华姐 你又开始乱讲了 谁说不可以 为什么其他国家可以做的事情 到台湾就不可以 没有这回事啊 我到日本我有看过一个村 他们就贴一个牌子 他们写说 我们经过公投 所以我们这个村不欢迎核电厂 我觉得很好玩耶 大家要不要盖核电厂 好像都在公投说 赞成 反对 他不是啊 他这家他这家 他靠起来啊 他说我们这家已经公投过 我们这家 你核电厂要洗到哪里 去你干的事情 你这个村不欢迎你来啊 这种公投 也是一种公投啊 我要讲的就是说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 我们没开始想 我们都不知道那是我们的 我们如果开始想 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的时尊 我们就能跟那些有钱人 跟那些做官的人 同样伤识 伤识听得懂吗 就是 人家走路横着走 我们也可以横着走 人家可以抬头挺胸走 我们也可以抬头挺胸走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我们被人家告诉我们不可以嘛 那这么乖喔 别人告诉我们不可以 我们就不可以 对啊 现在年轻人说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其实也没多了不起啊 就是很了不起 因为后来一直被限缩到什么 为什么人家很多人就说 台湾真的是很拜金啊 很追求物质啊 很追求个人啊 很爱标策啊 就是那个个人被放大了 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公众的事情 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的啊 所以我们就是整天 你整天教的也是跟你的同学而已 你整天教的也是跟你的网友而已 你整天教的 第一天教的也是跟你的老爸老母而已 顶多去学校打老师而已啊 你还能做什么 没有啊 什么也不会做啊 因为只要一站起来要你自我介绍 就这样一直扭 整个身体就这样猙獰 然后那个眼睛会血 刚刚那个小朋友眼睛 两个眼睛会往上掉 我看到他掉了三次 然后整个脸一边是斜的 然后身体是这样歪的 然后一直扭 为什么 为什么讲到自己的时候就会抽筋 可是为什么感觉学校打老师 为什么敢做啃老祖 啃他老母到35岁到45岁 还不放过他妈 还要他妈继续做65岁70岁 做到80岁 我就是永远不要长大 我觉得这个社会好畸形 好怪 可是这个就是人家讲的啊 你看你一个人在外面很凶哦 在外面把话都讲完 然后回到家里 人家没话可以讲 当我们有很多的经历 都用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 我们在家里就会派大派水 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已经不是国家的选择 我们要不要国家 这是我们做一个人 假如我们只有这一个辈子的时候 我们这四人我们要招到 到底是要招到什么 要招到把所有的东西都保留在我们家里面 然后垃圾丢在外面 外面的事全部都不管 还是我们宁可 我好你也好大家都好 我们的路很干净 我们的公园是真正的公园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我再讲一个小例子就好了 陈定南呢 比较老的上一代就知道陈定南 陈定南的那个东山河 那时候是他的什么创举 又叫日本的人来设计什么 结果真的有日本的学生来玩 玩不到一个小时 老师我们不玩了 为什么这么有名的地方 怎么不玩了 老师为什么都没有树 他不是真正的公园 哇被拷倒了 我们说这是世界一流的设计 人家说这不是真正的公园 可是台湾人 我们梦寐以求啊 我们一直跑过去啊 去看这个让台湾人骄傲的地方 结果他叫做不是真正的公园 我也要问各位 你们看你们的周遭现在都有很多邻里公园 那些公园叫做真正的公园吗 那么多的水泥地是真正的公园吗 那个树都长不高 那个叫做真正的公园吗 每一个公园里面都有六滑梯 那个叫真正的公园吗 什么叫做真正的公园 我要问的就是说 我们就是没有时间想这个啊 因为第一个工作时间太久了 第二个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不可以 还有教育啦 教育如果 那个老师他本来就复制 那个整个国家的统治 政府的统治的机器 当然就是从小就不可以到大 所以你除了你个人 你可以挥霍以外 你还有什么可以的 那我们就变得很怪异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设令内认啦 大家能听到过吗 就是说 我们衣服穿上去的时候 我们对白人都不好穿穿 那说的话都很大声 我们要为了大局而着想 但是不要脸到底 我是说的那个提委会 昨天爆出一个乌龙说 为什么他 他强迫那个杨淑君要撤告 因为当初去告的对象竟然告错了啦 我们白乌龙啦 面子挂不住啦 一个这么不要脸的官员 他竟然还可以这样 我们要为大局而着想 我们不要变成别人的恶邻居 各位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扭曲 我们为什么会对自己那么的放纵 我们为什么对外界的事情都这么这样放弃 我们为什么都要听着那些穿着 西装 打着领带穿皮鞋 好的皮鞋 好的轿车 有随从 不要脸的官员 说一些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话 以前古时候都会讲说 我们这样是怎么回家祭祖宣啦 祭祖宫啦 祭祖宫啦 不用了 为什么这么扭曲 为什么那些人可以明白的这么不要脸 因为他吃定啊 他知道 台湾人很健忘 今天不高兴明天就过去了 因为我们又会开始很忙 因为我们又开始在环豆 老的就开始 四十几岁就开始缓了 我的三千万的退休金怎么办 刚毕业的就在烦恼说 我到底是要回去念研究所 还是我要去工作 就一直每一个人都在烦恼 可是在烦恼什么 烦恼要更好 要更多 然后我们就变成很容易控制啊 那表面上我们都很好啊 可是呢 我们自己也被训练了 我们出去外面讲的话也都没有一句是实话 我们这样虚假的对待我们自己 从一个要不要国家可以延伸到 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选择的生命态度 这是 我好像也变得很偏激 不过 我自己的分享呢 我想跟各位说 如果 民主社会 公民社会 这是不关自己的政党都已经讲的 在下代的时候 那我觉得我们至少有权力好好地想一想吧 当人家说建国一百年 所以国家看起来不是什么丢脸的字眼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想一想 为什么独立建国变成土匪 他们的独立建国是英雄 为什么他们的独立建国可以死人 我们的独立建国不可以死人 我不是说独立建国一定要死人了 但是我总是觉得说 我们先确定这件事是对还是不对 是买爱还是没爱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检讨说 那所以我们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 我今天要先决定我要不要来桃园上课嘛 我决定好了以后 我才开始烦恼 糟糕 我的车子送去保养了 没有办法开车 那怎么办 是要骑脚踏车 骑摩托车 搭计程车 还是要朋友送 我们才有这个问题嘛 不然我们坐在这边一直讨论 去桃园到底是要骑脚踏车去 还是骑脚踏车太累了啦 太热了 骑摩托车 遇到下雨你没有带雨神 没有带那个雨衣怎么办 我那要开车 那开车怎么 讨论半天 你要不要去啦 你要不要去桃园啦 我们现在也遇到很多这样的 建国也是啊 风头建国 啊 这个不好啦 啊 然后那个 什么建国 啊 这个不对啦 啊 那个 这个也不可以 啊 结果互相吵了吵去 结果就变成老死不相往来 奇怪 啊 我们的目标不是一样吗 为什么会变这样 我都觉得我们很畸形 啊 台湾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么畸形 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没有面对自己真正的需要 然后不敢面对 个人 社会 国家 甚至还有一个无形的 有形的自然界 这些东西的连贯 相关 和谐相处 紧密的结合 都是我们这辈子的课题 我今天先讲到这边 那好像有点超过时间 有那个真妈妈 对不对 诶 刚刚讲 我忘记你的大名 不好意思 哦 彦淑 那我们请彦淑 她有话跟我们分享 谢谢 以外的经验 在教学当中 比如说 小孩对我们无学生 有成分的事 她有怕辟的心理 这是我们首先 当一个讲师 应该是要理解小孩的心理 不要直接带小孩 有一个上海 我是觉得说 有没有这个 张老师 因为我真了解这两个小孩 她们都很健康 很外伴的小孩 但是她们真的有照顾在一面 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无症状 不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在我们在丹论这些言论的中间 可能是她们都感受到 我们这个 内心的哭吵 没有啦 所以在这方面 真的我们的小孩有点照顾 在这里我给大家请教 就是说 刚才你在说 就是说 无安全感 所以人们会去唱 会去用手段 为人家唱 为人家淘汰 我是说 我们反思一下 我们今天去面对这个 流亡政权 对中国流亡来到台湾 是如何 我们可以逆向思考 由张老师这个言论 其实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不要带着伤前进 因为有伤 我们承认有伤 所以包括小朋友 其实 举小朋友做例子 好像很刺眼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要道歉 可是 我是觉得说 我们要不要承认我们有伤 然后带着伤前进 要不要 那是不是碰到了就不行 我们的小孩子 就好 我爸爸 我爸爸到最后要过世的时候 的确你不可以摸他 因为会有接触痛 那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 包括我们在这里的人 我们是不是也已经到了接触痛的程度 不能碰 那当然刚刚有讲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对待 可是我想我还是要提出来 因为 只有 不断的一直质疑 跟一直挑战 我想我们会找到一个更好的模式 但是我不是说我不要修正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 好 老师你要不要稍等一下 我把他回答 还是 我先把他讲完 第二个 刚刚讲到说 我刚刚讲说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就要把东西抢到我们这边来 用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延伸流亡政府 我觉得的确是 我们就可以去看 一个政府 他包括我们回头去看 为什么会有228事件 然后228事件 有的人你说 他其实是一种族群 的屠害 有的人说 那是一种精英的屠害 屠害就是说 找一个 找一个 一个机会 或是找一个借口 就有一些人都是年轻的学生 或是都是很优秀的老师 为什么 有时候 在一个国家要实行 比较简单的统治 除了用文化的手段去内化以外 他让那些可以有独立思考的人 不可以开口讲话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不开口讲话 有三种方式 有好几种 你去看到了 那个375简租 就是把那个有钱的变没有钱 把没有钱的变有钱 因为有钱的人通常 三代有钱之后 其实也比较容易 在社会上 在地方上 有影响力 所以有什么 要把他传递过来 然后让 产生一些新的爆发负 然后让那一些人能够得到 跟执政者能够相连 得到好处 因为他们可以 出现一批可以代言的人 然后为什么选举的时候 去背用电影的帮牌 我想这些都是为了统治 然后包括刚刚讲的228的事情 包括为什么 我们现在只能用语言 用华语来讲 我不能用台语讲 或是不能用其他 我们过去父母讲过的话再讲 不是不可以 是现在已经变成 再这样讲 就已经有点不方便 这是教育 所以教育也的确是一种手段 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 有什么变台语的 都是这样三三八八 我们也搞不太清楚 是不是 我以前在广播主持 就还有人打电话 真的说台语都没水准 为什么会有这种既定印象 其实这都统治啊 这都统治术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统治术延伸回去 的确可以得到一个 一个 其实每一个外来政权 他都会做的一件事 尤其是 我觉得不一定是 什么流亡政权 其实就是说 因为我们讲流亡政权 讲的不清楚 其实流亡政权 又变成一个统治者 我们可能要讲这个 因为像西藏 他也是一个流亡政府 他好像也没这么多扭曲 第三个 只有太多扭曲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我觉得有用 我觉得我们从头 都被中国人交坏了 做而 什么 不如其而行 对吧 意思就是说 不要讲一大堆 不要用想的 我们要做 各位要做 你们要怎么做 我现在把你们带到十字路口去 你站在十字路口 你要告诉我你要往东走 要往西走 你连往哪一个方向走 你说不会 那是什么 现在林志生老师 这边 整个在做的是什么的教育 你要说是行 我也可以说 那是思想的教育啊 我们太 少看我们的思想了 我们就一直相信 人家说了很多话 包括我昨天 也跟一个朋友在开会 因为他们想要弄一个 什么跨越蓝绿红的论坛 然后其中有讲到什么 雪浓于水又来了 我说雪浓于水 对啊 但是雪浓于水 你告诉我 从中国的帝国史来 多少不是因为雪浓于水 所以大家收台 父亲杀儿子啊 然后老婆杀 老婆暗杀丈夫啊 凶杀什么啊 雪浓于水是什么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个人的实践 没有欲求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展延下去的方式 只是觉得是我们三餐的温饱 还有我们的老年的三千万 那么 我们真的是前不着春后不着点 我们真的是孤立宁的活着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行 我们要去哪里行 我们要行去哪里 我们因为人家告诉我们 为什么告诉我们 做而思不如其而行 各位 做着思考的人是权贵啦 站起来劳动的是低下阶层啊 可是我讲这句话不是叫大家有大头病 然后都不起来劳动 我们今天举 太极元老师 他是行还是知还是什么 他因为身体不好啊 所以他去劳动啊 那他是因为去行吗 不是啊 他是因为身体不好 他有知识之后 他知道 因为劳动可以让他身体变好 他才去劳动 他不是因为为了要劳动而劳动啊 但是他在劳动的那个过程中 因为重复 所以他头脑里面可以放空 他可以继续想 我觉得我们的人 我们头脑跟身体 我们的思跟行 我们的个人跟家庭跟社会 跟我刚刚讲的国家 有形的制度跟无形的存在 这些都是有关联的 可是我们全部都被 隔绝 我们全部都被隔绝 所以我是觉得说 有一些话 这些话尤其是正义 那我们拿来呢 用这种话自己来自我挑战的时候 有时候我是觉得可以再退两步 再思考看看 谁给你这些东西的 那些价值是真的吗 会行的人大部分都是被控制者 我说这个世界如果分成几种人 我们可以这样分 有很多人到没有很多人 这是改革 统治者跟被统治者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叫做 既得利益者跟被既得利益者 未既得利益者的里面 大家知道那是什么吗 叫做制定规则者 跟接受规则的人 现在厉害的人都在前端在制定规则 因为他知道 今天哪里要喝酒 哪里要变成统治者 哪里要变成统治者 我只要制定规则就好了 各位知道吗 那可以不同意我的话 不过我想 今天老师的目的 不是来这边什么传道收业解惑 我觉得互相刺激 让大家的脑筋可以动起来 可以看到这个老师 你怎么这么笨 你也可以当老师 我当老师的时候我比你好 我觉得这样够了 那个师母 张老师 你今天讲了好多 我在后面听好精彩 从头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 我都没有离开 那么我听了很多以后 我脑袋里面所在想的是说 这一些他有好多的质疑 是不是 为什么这样 一再的质疑 那我想了半天 我都觉得 教育这两个字 应该是我们这六十多年来的状况 那我自己 简单介绍一下 我现在六十二岁 我的儿子 我先生也六十一岁了 两个老人家 唯一的一个儿子才二十一岁 等于四十岁以后 才生的一个儿子 那现在这个二十一岁的儿子 现在二十一岁哦 他被最早到现在二十一岁 最早五个人 六个人问过 弟弟 弟弟 你真的这位老母亲 敢不会后母 我儿子已经 让人问过 最早五个人 很关心很爱的人 偷偷的把他拉去旁边问 那敢不会 不会是后母吗 你要不要查查看 为什么人家会这样 你想想大家四十几岁啊 他刚才在说老年 啃老族 这些问题 为什么两个人 四十几岁 还在一个儿子 大家也疼到哪名呢 那是怎样的 你的儿子觉得 哪儿老母呢 第一 我的儿子 国中毕业就没有在升学 国中毕业 不再升学 大家感觉 这个时代哪有人国中毕业 不再听过 是不是 大家在感觉 因为他小学毕业 他就不会升学 小学毕业我就一直感觉 我就问贵说 你 你要做什么 你要办 你以后要干嘛 他说 不知道 不知道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只要不去学校 我就快乐啦 唯一的目标 我目前想到的是 我能不能升学 我就不要啦 我说好 答应你 小学毕业 答应你 你要做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 这么小也确实不知道嘛 好 我带着他去洗髮店 说你买那个洗头的 弟弟没有 他说 洗一个头是10块啦 不过要高职毕业啦 美髮科啦 他说 那时候 年龄才到 人家才会 稳定人家才会教你啊 那不行了 没主意 我带他去找一个水电行 我那个行的水电 要做一个 插一个电 ACBC 什么会 最后要看肉 说明 基本说明 哇 这也有利 结果最后 我找到了一个 泥水匠 大泰流的医生 我说 我一个子 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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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水匠 说你小孩 我的小孩 我就不买 为什么你的小孩 要买 我说 小孩不买他 他说来 你叫他来 那个泥水匠 怎么 那个泥水匠 教我的小孩来 说弟弟你看一下 阿伯 手都没有指纹啦 都泥水 土水 咬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连出国就不行 以前没出国 这个时候要过都要指纹啦 所以不出国 你敢想阿伯 就跟他讲 我儿子也没办法 所以 我告诉你 最后我问他说 要怎么 你要做什么 我带他去洗碗 去餐廳洗碗 当然 老公 我说没什么 虐待同工 他就去了 他洗了一个月 说妈妈我要读国中 说不要啦 勉强人家读书 我不干 国中不是义务耶 我说 没有啊 我敢做老 勉强人家读书 我没有 要告诉我 为什么要读嘛 我打电动 那个英文看不懂 我想看说明书啦 这样好 这样可以 你只要英文懂 所以我就回讨美国学校 美国学校九年毕业了 国商一毕业了 不要升学 我的电动框有没了 我都不好意思 就不用了 不需要了 我今天 你刚刚再讲一个 why 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有这样子 我讲两个问题 几个问题 他从小问我教育是什么 这哲学系的 几位哲学系的 你可以想 他从小一直问我 什么叫教育 第二个 为什么一个小孩要读 国文数学物理 什么哲学 为什么 谁发明的 谁规定的 我查了很久 我还要去告诉他 一百年前出了一个哲学 那个罗素 对不对 后来有一个杜邦 那个 一个 应该是叫做杜 什么 杜威教育 教育学家认为什么 然后他听完以后 告诉我说 诶 那个时代就是为了要 农业到工厂工作才需要 数学要做啥 普鲁斯 这个国家需要打战 军队要服从啊 所以设计这个教育制度啊 我们今天要服从谁 这个国小的孩子 从小跟我变这个 我们今天要服从谁 我又不去当普鲁士的军队 要去服从谁 我又不是为了要什么 他就开始一直在怀疑 后来 他读国中的时候 来 你刚刚讲到一个 制定 游戏规则 你想你也知道 这个小孩 真不需要讨厌的人 这么讨厌到学校的人 那礼拜一 拼死拼我 就要脱脱去 哇 急得要死啊 礼拜一早餐也不要吃了 就是 用敢 坐校车 那来不及 他一定要 自己坐公车去 校车免费的 就是急得去 我觉得好奇怪 礼拜一有什么 他说 我礼拜一我要去看看 礼拜一大家一去 就是急着去看公告 你知道吗 我说 那公告是什么会儿 这么精彩 他说 校长的每周一聚啦 哎呦 我想说 这校长这么厉害 下一个每周一聚 大家小孩全校 急着要一大早去学校 要去看校长每周一聚是什么 我就跟他说 有一天我就问他 你们今天早上去 看到校长每周一聚是什么 校长说 老师要尊重学生 同学要互相尊重 校长要尊重每个人 我想说 这哪有什么疑问 这就给你 这就给你 赶死赶活 要赶来看 不过厉害 这校长讲的话 至少会背吧 我问说 这个有 你们就为了看这个 不是啦 要看他怎么举例的 校长举例说 例如有个同学放屁 同学要怎么互相尊重 要假装不知道 老师呢 就算听到放屁的声音 也要有能力带到全班同学 没有人去 嘲笑他 有没有 就算放屁很大声 也要有能力带到全班 那个 校长经过了 或有人乱投诉 校长都知道 这个是人权 不可以随便 有没有 这个要受到绝对的尊重 我说 这个举例怎么样 接下去全校全校 要赶快来发明游戏规则 这个礼拜的下课时间就是比赛 谁会制造放屁的声音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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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都在都在练习 然后呢 谁先制定游戏规则 经这个学校 这个 这一个礼拜的老大 有没有 他们学生自己制定游戏规则 因为谁提出来 只要下面 有没有 谁赶快有多少 好像他们的游戏规则是20 20的人 同意 就通过 有没有 所以你要乱进去 谁先想出这个礼拜的游戏规则 奖品是什么 他们的奖励是说 这个礼拜 礼拜几就决定老大出来了 比赛嘛 游戏规则 那个老大出来以后 全校这个礼拜是 看到他 大家要敬礼 有没有 他这个礼拜就是老大 制定游戏规则 所以大家就在拼这个 懂这个意思吗 我现在的意思是 这个制定游戏规则 不一定是要有什么 美国学校基本上都是 可口可乐的 董事长的儿子 一次注册一两百万 也没在疼的人 所以 什么物质都不好 所以只有这个礼拜 只有他衣服可以穿反 你知道吗 要穿电脱 就是那个 反着穿 全校要保护他 他是这个礼拜的老大 奇奇怪怪的游戏规则 让他们玩得很高兴 那我今天要讲的 我可能最后要回应一下 我准许我的小孩 国中毕业 不再升学 我每年观察 每年跟他讨论 他还是确定他不要升学 那我这样的行为 我们两个这样的决定 很多人难以想象 美国长春藤 毕业的爸爸 长春藤的经济学家的爸爸 大学教授的妈妈 准许一个小孩 国中毕业 我要升学 但是像我这样的家庭 现在台大 我已经有十七八个 孩子 台大的教授的孩子 东吴至少也有 应该二三十个跑不掉 就是目前 我看到这五六十个孩子 有高中毕业的 高职毕业的 不再升学的 希望将来 也提供你们一个 另类思考 不是说 现在社会 大家都说的都对 就 我一直都在维持 跟这五六十个孩子 保持联络 然后看着他们 自由的发展 来看到 现在 这个高雄体制教育 所出生的问题 什么肯老 什么 哇 现在高雄 博士了 又肯老 所有行为 都 那些头脑啊 都行为都是 社会怎么说 媒体怎么说 保持怎么说 同学怎么说 他们这几个人 想法是 绝对不一样的 我就是告诉他们说 解冲 一头大的公公 一天 工作 十六七年前久 什么人 我就想 他们这些年轻的 这些年轻人 一天 你管那些学校 十几年前久 回来又保持四五年前久 比我们更严重 比我们还严重多少 你再想看 一生最有创意 最想东想西 那个年纪 在那个年龄下 我们的教育 用小方法 给他们全部补习 补习 从小一直保持 那后还会 十几年前久 我们可以想象 对人 头脑的控制 有多厉害 其实 大家听到 中措声 国中博士 国中博士 社会都觉得 是负面消息 可是 我是这样看 因为我一直在看 我们不选择逃避 我的小孩 如果要去美国 讨厌 绝对理所当然 对吧 老婆美国人 拿美国给钱 可以免费的 我告诉他 不好意思 可以免费的 我们不选择逃避 我的儿子说 跟我讲一句话 我同意 我在台湾出生的 我妈妈是台湾人 我从小在台湾的社会 为什么我要去美国受教育 我当我自己决定有需要 我才去 不需要你来 替我决定 我们说好 同意 所以对于一个21岁的孩子 将来有机会 我想介绍 跟大家了解 我现在要说的是 他只提到 他所提到的是 意思是说 我们大人 十八点前 人哪有去关公民社会 更重要 更重要的是 这些年龄的孩子 要给他们很大的解放 对不起 我讲的太多了 我做一下结论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其实我们常常说 一个社会 尤其是台湾 有非常多的书籍都是在教人家怎么样成功了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成功呢 成功跟成就不太一样 成功其实它隐含着的就是在某种的被制定的游戏规则里面 我们表现的很好 在前几年 譬如说我们预设台大很好 我们排了一张那个表出来 所以你到台大就是比较接近成功 有钱 有钱啊 也是 等等 那制定游戏规则 我也要再回应一下那个流亡政府 或是台湾未来的部分 我常常看到有人去指责阿扁 那你不是在画台湾 那你是怎么当初是在做总统的时候 那你还按着 手里按着宪法 还在那边发誓说我要对中华民国效忠 你到底是怎样 然后又跑去问这些 这些一天到人在说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你拿台湾钱给我拿着给我看 你难道没有用中华民国的钱吗 你的小孩没有念中华民国的学校吗 你没有中华民国的教育吗 那个身份证吗 为什么你吃它的用它的 你不肯承认它 我想其实是很简单的 那没有一致性跟没有一致性的问题 那就好像那个六岁的小孩被强暴一样 那个哪有什么一致性 那个就是因为你比较大的 你有游戏规则 我不得已我只要服从你的游戏规则 我如此而已 如果可以的话你问我的意愿 我想要制定另外一套游戏规则 我现在正在努力中 我的努力呢 不管我借着当总统来努力 我借着改变教育来努力 我没有办法当总统 好我去召集大家 我去说服更多人我要努力 现在的游戏规则没有代表我服从了之后 我不可以去努力要去谋求 下一个阶段的游戏规则或是制定权 这有什么矛盾的部分 这有什么不一致的部分 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事 我跟各位分享 第二段 我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受过这样子很扭曲的教育也好 或是这样过来的 那我就觉得这是一条很可贵的路 如果当我们开始在这样子沉沉的 就像酒头 很大的酒头 然后我们好像那个小树苗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剥开那个厚厚的土 然后能够这样子绕着这样长出来 我相信因为生存环境差 我们应该会更加的茁壮 我相信我们真的的思考 我们会 对啊 为什么不 我们当然不是说一定要争取什么全世界第一 但是我觉得不能小看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走了比别人更辛苦 还有多很多的路 所以我是觉得说 也要跟各位鼓励 因为 坦白讲 这个也是我必须要很诚心的去讲到 我对台湾民政府的看法 基本上 我因为也没有机会接触到 什么美国高层啊 或者什么 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出路 我自己 不是很确定 但是 我喜欢人家为台湾找出路 我喜欢台湾是未来 就是一个真正独立 然后可以被尊重被承认的国家 我喜欢里面的政府 买一肩来一肩我 买一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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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我们结交 任何对我们有助力 独立建国有助力的朋友 跟有用的因素 但是我还是很希望 有时候这一条路 这个就好像那个得癌症的那个病人一样 台湾人就是得癌症的那个病人 你要不要活下来 旁边有医生在帮你的忙 有家属在帮你的忙 有薪资在帮你的忙 新的医药在帮你的忙 但是最后 你要有意志力 你要活下来 你要努力 我们也是 我们自己要打招 絕對不可能 有别人 吃饭的营营在那里 在淡然 就算 我们可以想 就算他是医生 他是 我们的背部 有什么 到后来 我们打招牌 就是要自己扛起来 这是我想要说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听到了说 有大专班 我就一直争取说 你也觉得我说得不错 不然 我来讲 免费的讲也没关系 这样子 我想 有一点存心 我很希望 所以 我们更大的取入 绝对不是在课堂上说 举谁做例子 我们大家都是 你问我 讲我的名字的时候 其实 我记得我在28岁的时候 我讲台语 我竟然讲到这里 我讲不出来 我发现我不能说过台语 那有可能 那个台语发不出音 我自己觉得好丢脸 后来我才 问我自己为什么的时候 我就开始改变 所以同样 我相信 在这个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刺激 但是 我们最大的持入不在这边 那我觉得 如果让我们学习 大家都是一面镜子 让好熊来救更 也造出我们自己内心的渴望 那我想 也许 这也是另外一个 我想路是从两条路来走的 一个是外面 我们去找寻朋友 找寻出路 一个是往内 我们自己的内心 一定要打好基础 打好那个叫做 真正的渴望的那个基础 这样子为我们一切的行为 我们才会有什么 动机 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 我们才愿意坚持 当我们失业的时候 当我们的爸妈妈妈生病的时候 当有一天我们自己也得癌症的时候 我们才会觉得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走下去 以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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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